继续我们再来介绍一下作用语词第三组的内容 这个内容也是非常实用的 它是不容否认 什么在什么方面扮演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这个是用在主题剧一开始的时候可以运用的 我们的剧型有两三个可以利用 第一个是No one can deny 没有人能够否认 deny就是否认 否认什么事实 就是用like词句 另外一个是 第二意思是no denial of like 那么这个denial是名词 后面接这个like词句 好这两组写法是不一样的 但是意思是相通的 第三个我们是比较常用到的就是 there is no加ing let there is no denying let there is no denying 好这个句子呢 there is no加ing 这在原法上在动名词的地方有这样一个语法 说there is no knowing可以等于 it is impossible to know 那就是无法知道 there is no knowing 好知道什么事情就写到后面 好连接词用let或者是用wh的 who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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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ut啦 whut啦等等这些连接词 那there is no predicting是预料 我们没办法预料 there is no predicting 可以换成 it is impossible to predict predict 那cland 那cland there is no denying 也可以换成 it is impossible to deny deny 好啦 这个就是各种的变化 各种变化 那么如果同学想要更深一词的去了解他的语法 老师就把这个地方稍微做一个介绍 男人跟denylet 这个let指句 这是名词指句当受词 因为deny是动词 这个是当受词 那这种呢 there is no denyinglet 这是 这是名词指句当什么 当受词吗 不是 因为这是名词 这个是当同乐语 两个内容 不能否认 否认什么 就在这里 所以这个两个是同乐语的关系 这个是呢 动词跟受词的关系 好 这个是 这个 比较难的一个语法概念 老师 额外给你做一个补充 现在我们来看 这个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我们英文可以用play a vital role 对不对 意思指在这个方面 好 在什么方面 我们常常会用印加名词 或者是印加断名词 play a vital role 扮演重要角色 当然你也可以 play an important role 也可以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题组的翻译 第一题是 不容否认海洋博物馆 在教育方面 好 在什么方面 就用印 那么动词在单元 受词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那印就移到后面去 就OK啦 我们现在就把答案给他完成吧 不容否认的 最简单就是 no one can deny 这是简单的写法 no one can deny 否认什么事情 这就是名词指句 用lat 来引导 lat lat 没有什么意义 因为他只有当连接词用 海洋博物馆 我们就直接写 ocean museum 很简单 好吧 半圆 place a vital role 那在什么方面 用in 用in 来写就可以了 in education OK 这个就是 第一题的翻译 好 那这个lat呢 只有纯粹当连接词用 没有什么其他的意义 所以lat可以省略 好 继续 我们再来看第二题 好 人能参观海洋博物馆 鱼啊 这个鱼就表目的了 从后面 就是表目的的片鱼 有几个 有两个 第一个是鱼充实海洋的知识 第一个 其以及 好第二个 你了解海洋生态游基 好 目的有点很像 所以这个to and to OK 继续我们来把答案完成吧 people 参观 我们可以用visit 当然你也可以用别的 因为英文的语法是很灵活的 像这个visit是当动词用 那也可以把visit当名词用 那这个时候呢 就会用文文 好 pay a visit to 后面用海洋博物馆 这个写法也是正确的 pay a visit to ocean museum 那这个visit就是名词的用法 这个visit这就是动词的用法 people visit ocean museum do do 就是in order to 好 我们直接就用do 比较精简 第一个是do inage 是充实 好 inage 就充实 充实什么 海洋的知识 是谁的 这个要补上 这个 所有格了 好 充实他们的people 所以用他们的 比如 这个知识先充实知识 e b g e 好 什么的知识 就是有关于海洋的知识 那后面再来加片语 about ocean 好 这是第一个 好 第二个 and 并且 了解 了解 我们可以用no to know 好 不过 或者是to understand 不过老师觉得用这个比较好 to real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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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意思啊 realize 就是体会出来 来 体认出来 这个比较好 所以这两个就要对称了 第一个是do inage 去充实 什么 第二个 是要用to realize 来体认出来 来体会出来 体会出什么 你实际去看了你就会知道海洋生态危机 所以这个我们就先写生态危机的生态是ecological 这行动词危机是crisis crisis the ecological crisis就是指生态危机 什么的生态危机 of ocean 海洋的生态危机 这样子写法就非常的漂亮了 两个兔在对应 两个兔在对应 很好 最后我们来看第三个 很多年轻人想运保护海洋运动 这是一句 他们也是指很多年轻人当运工 记住像这个 不要用这个封词结构不可以 因为这是两个内容不一样的 内容不一样的句子 所以这两个句子是平等的 应该用两个子句来翻译 那分号 用分号 因为他们内容还是有密切相关 所以这个句子比较好写的 比较棒的写法就是 中间用分号连接 要不然就用m的连接 记住 不要用ing 不可以 好 不要 因为 这个内容是各自独立性的 并没有说 哦他这个做了什么动作 然后又附带做什么动作 这个并没有这样一个含义 所以不要用分词片语 现在我们把答案给他完成吧 好 Many young people 很简单 想应就是missbombed to 好 对什么 missbombed to就是对什么 做出想应 好 做出回应的意思 这个运动 很多同学 都是直接就写exercise 哎 这个不对的啦 为什么 这个运动是指我们健康身体的这种运动 可是这个运动是指社会的那种运动 好像思维的运动 那个是什么 保护女权运动 好 这种运动 我们要用movement 或者是用campaign c-e-m-p-a-i-g-n 就用这两个字 movement 或者是campaign 好 那么 来 这个运动是有特定 所以我们加的 the movement 或者是the campaign 好 那这个运动是什么 它的名字就在后面 这就是我们讲的同学语啦 这个运动的名称 中文就在后面 好 中文的标点符号是用这样子 可是我们现在是翻英文 英文的标点符号是这样子 不要误会了 好 保护海洋 转名词的用法就是 运动名声科用大学 Ocean Protation 好 这样子 好 或者是用分号 老师觉得用分号比较棒 这个就是前面这一句的运动 这个就是前面这一句的运动 那接下句 后面另一句是 the work as 以什么的身份来工作 当自动 就是work as volonteers OK 因为是 people 很多人 所以他们的 那个volonteer 也是很多人 这就是担负 所以要细 细节上 我们要留意 所以 the work as 还有一个学法也不错 他们服务 因为当志工是用服务的性质 可以用serve the serve as volonteers 充当这个志工 那干嘛 去海陆地 就是要去 清除海洋中的垃圾 所以 要做什么 要去做什么 是用不定词to 所以用to clean out clean out 就是清除 清除 清除什么 垃圾 the rubbish 哪里的垃圾 in the ocean 海洋中的垃圾 OK 那这个w rubbish呢 我们可以用trash 可以 好 那么 尽量呢 不要用到garbage 为什么 因为 这个一般我们讲说 家里的那些垂圆鱼啦 那种家里的那种垃圾 我们才会 才会用到garbage 那一般 一般只说垃圾 各种大型的垃圾什么 都是用trash 或者是用w rubbish 比较常调 所以我们用trash 或者是w rubbish in the ocean 好 这里打错了 o c e a n OK 这个就是第三组 提主翻译 有关于作文语词的巨型的运用 老师就介绍到这个地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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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